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个老母亲 这个母亲生前打得很小 怕雷 很多人都怕雷 尤其女性 其实小孩子有的 听到雷声也会害怕 但是我小的时候睡觉 曾经有过雷打不动的时候 睡得非常香 那先天那个盛气如果足的话 那是没问题的 那你要动不动 有的人爱机灵 动不动吓一跳 有的人人家磕磕磕磕 人家没事 你吓一跳 给人家吓一跳 你两个就跳 本来没事儿啊 因为这个身体也是这个一方面 那我们要保持这个 精神 一些充盈 自然各方面才会好 运气也是其中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你身体也算是内在的 就是看你怎么运这口气 运得好就叫运气好 那他这个儿子呢 就是 在生前非常笑 待到死后呢 给他葬到山上 每逢打了一天 第一时间 跑到母亲领悟 面前 说儿子在这 你不要怕 你可想这个山 够高够远吧 打了一天 有雨 山上还都是树 够危险 够坎坷吧 他还有这样 有些人说没必要 你心还是不够沉 不管你信与不信 你信 甚至说你能看到 你知道 那固然好 那有些人现在被所谓科学绑架 那不信 认为我看得见的就有 我看不见的没有啊 这就是 发明创造一类的科学家 一些 高大上的这种 他还没有接触到 现在科学证明了很多东西 证明了 人与人之间这个磁场 就是 即便 千里之外 或者一些梦境 人不在了 他也会跟你 他会来 跟你说些话 让你干什么 告诉你 有缘的报言 有缘的报酬 什么情况都有 说人鬼情为了 几代人之间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祖宗这个 坟头 你动一动 你看看你这个运气吧 你只要敢乱动 那过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了 你试试看了 你不信你投着去动一动吗 尤其上层人 贵族圈 他们就非常讲究 老百姓现在 买坟地都买不起 农村还好一点 他能土葬 能稍微地方宽一点 能安顿一下 现在大都行火了 印度这个 这个佛家这些弄来 后来当然 藏族还有蒙古那边 有一些天藏 什么萨曼这些 但是我们还是说 中国中土 这个土化身万物 我们还是喜欢这个 最好还是这样 其中的原理 我们科学还要慢慢在做 慢慢探知 但是你一旦错了 那你就没法改了 一经理这个 雷卦跟天卦是一样的 纳笛之 要继承天位的 天上雷部中将 是非常厉害的 全力之法